很高兴来到这里的跟大家共同交流 其实我也搞过将近十年论坛 论坛就是交流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时间很短 所以大家没法互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集中的一点 就是新千年 我们要带来一个新的思想 新的理论 来分析当年的金融危机 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了 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 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爆发了 那么这个课题比较大 但是我试图用大概半个小时 我也从一些理论 新的理论 新的思路来分析 就像年初 巴黎召开了 新世界 New World New Capitalism 新的资本主义的规则 和基于一个全球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上 我认为没有一些新的理论来分析 那么欧洲领导也参加了 所以在这次北美华人的第二届高温会议上 唐主席请我来 我希望谈一些新的东西 使大家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共识 新的讨论 现在我先放一个袋子 也是我们论坛的一个创意 也是我参与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 不仅我们谈过理论 研究过理论 我们也参与过一些实践 现在因为带大概十几分钟 我就放五分钟 把锦涛东西关于多元文化的原生带 这是我在国内没放的 在这次北美第二届高温论坛 我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 好 就这样 这次北美华人的第一届高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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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赁 太美华人的第一届高温论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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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